看到弟兄姐妹心里都很高兴 有时候偶尔有一些小组 他们正好礼拜六 礼拜六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的活动 也会邀我跟于牧师一起去参加 然后我每一次回来 能够见到大家完整的面孔 或者认识一些新来的弟兄姐妹 或者好久不见的 突然可以不用猜 光从两个眼睛来猜这个人是谁 回来我都心里非常非常的喜乐 真是很盼望这个疫情慢慢过去以后 越来越我们可以恢复正常 能够没有任何的顾虑 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很亲密的相交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是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 因为我们讲神与人立约 看我们是独居之民 在于地兄第一堂 今年的第一堂 讲到我们是独居之民 不列在万民之中的时候 我心里就非常受提醒 也非常受感动 为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我非常的心里很激动 正好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读约翰福音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在礼拜五 我们一起读茶经的人 我们也注意到 就是主耶稣在他最后的讲论 和他的祷告的里面 一而再再而三地 来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属他的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我今天很想 后来我就很想 借着有几个题目 我们一起来看 到底具体上 为什么我们是独居之民 不列在万民之中 那第一个题目 我想要讲的 就是从神与我们立约 神与人立约来看 为什么我们是独居之民 通常我们不太会 从这个角度 因为我们把独居之民 我们是好像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圣经 我们这样子去想 然后我们就想 我们要怎么样来活 但是神与我们立约 我们也知道 可是我们很少 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从神与我们立约 这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我们与万民有别 那神赐福给 对不起 神与人立约呢 是圣经中的主心骨 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神学 那圣经也叫圣约书 我不晓得 有一些比较老一点信主的 你们就知道 所以呢 就New Covenant 或是Old Covenant 后来呢 也有人 我们后来大家比较 通常用的是 New Testament 或是Old Testament 新约和旧约 那我们可以从 神与人立约 做一个主线 然后可以发现有许多信仰的核心 那当然这个主线呢 可以伸展的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呢 太大了 我们没有办法 来讲 来用很短的时间来讲述它 因为在历世历代 都还在一致的 这个 我们都一直都还在接受圣灵来开启我们 就着神与人立约的这个题目来说 这条主线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一直在被圣灵来开启 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 其实还没有走到那个深处 那今天呢 我就很浅很浅的 只是想要与弟兄姐妹 一起来从神与人立约的这个角度 我们更深的 更清楚的 对我们自己来了解 并且切实的相信我们是一群被神分别出来 是一群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之中 我想蒙曰这个字 covenant 我会常常用英文这个字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一下子 因为曰好像光是一个曰好像不足语 因为很多的字都可以翻译成曰 agreement也可以翻译成约定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有一个特别的字呢 在英文的翻译呢 我把它翻译成covenant 那这个字呢 蒙曰这两 是指着说两个人以上的人 或者是两 双方 有两方以上的 之间呢 要受一种誓言的一种约束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这个字 我们可以在旧约的里面 可以找到大概两百八十次上下 那如果把同一词 启示啊 应许啊 都算在之内的话 那就很多了 那就可能超过五百次 那在新约里面呢 也提到大概有三百次左右 三十次多次提到这个约这个字 那约在信仰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看它 用一个神圣的一个眼光 还有心态来看它 而不是只是普普通通 我们说的一个 好像 我们约好了 打个勾勾 这个就是我们约好了 不是这样 它有一个神圣的 有一个信仰的 一个属灵的意义 那而且呢 特别是讲到神跟人之间的 那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而且它也是贯穿 整本圣经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神起初在造人的时候 造世界跟人类的时候呢 他就是希望人能够分享 他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 而且呢 也希望跟人有一个 一个紧密的 一个亲密的 良好的一个关系 那他就用这个立约的方式 来fulfill他这样子的 一个心愿 他的一个purpose 而且呢 这个 刚刚讲到立约是为了建立一个 是要有一个 维持一个 或是建立一个 良好的亲密的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呢 是一个chosen relationship 是一个有选择的 是我 我选择要跟神 谁来立约 来建立这个关系 所以并不是说 我立一个约 我随随便便 什么样子人 我都可以愿意跟他立约 对不对 你今天要立婚约 你不会随随便找一个人 所以我们 这个 所以呢这个covenant呢 可以是有条件的 也可以是没有条件的 可以是在平行的两造之间 也可以是在 神跟人 或是君王 与他的百姓之间 那通常呢 我们也会想到 我希望今天引导大家 想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觉得 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们跟别人也会立约 立什么约呢 立contract 对不对 我们找一个人来给我们修房子 或者是我们做一个生意 我们可以立一个contract 那这个covenant跟contract 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因为都是在不同的 不同的人之间 不同的party之间 但是又有很多的不同 非常主要的不同 那在这个不同 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 佣姐妹 我一边讲的时候 你也可以一边的想 约呢 很重要 它是重在一种关系 但是这个合同 contract的 它是重在 我们要做的事情 还有我们的责任 那是一个暂时的 关系呢 是一个长久的 甚至是一个永远的 约是出于自愿的誓言 但是合同呢 有的时候需要用法律去约束 可能是基于彼此的利益 约这个covenant 它是神圣的 是属灵的 它不见得一定是外面的一些的东西 合同呢 它是外头的利益的 为基础的 约是不可以随便毁约的 因为立约的时候 你立这个covenant的时候 是把你自己放在里面的 把你这个人放在里面 但是你在签这个合同的时候呢 你是借着外头的金钱啊 工作啊 或是一些财务啊 放在 技术啊 放在这个约的里面 你不见得要把你整个人 投在其中 那合同的 合同呢 contract如果有一方 没有履行责任的话呢 这个合同呢 就自动就 就被break了 对不对 被broken了 就坏掉了 就毁了 那你需要去承受这个合同 被毁了之后的 你破坏这个合同之后的结果 这个结局 对不对 可能有法律的制裁 但是立约的双方呢 如果有一方毁约 没有履行 他该有的这个责任 另外一方呢 他还可以继续地来信实到底 照着他的约定 他继续地来守住这个约 所以我想问一下 最近大家好多人结婚 对我们过去这两年 那个余弟兄不是 余叔叔也不是说吗 怎么疫情期间 我们教会 最多的就是结婚跟生孩子 而且呢 真好 对不对 都是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 成双成对的出来 余叔叔说 原来我们过去呢 可能眼睛都没打开 有疫情期间的时候 眼睛都卡开了 原来那人就在灯火蓝山树 原来就在我的旁边 那我就想问问说 哎呀 这我们现在一年 要好几个婚礼 那这个婚礼呢 到底是立盟约 是covenant呢 还是立 contract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对不对 你们马上要立约 或是已经立约的 你们自己来想一想 那我想请我们的 Worshiping呢 把我们今天的几处的经文 为我们念一下子 好不好 刚刚已经 对 刚刚已经念过的那处 也许可以就不用念了 创世纪第九章 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我把红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与弟立约的记号 创世纪第五章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创世纪十七章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我要与你 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 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后裔的神 你们都要受割礼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摩西到上帝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玉以色列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 为圣洁的国民 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书画记记二十四章八节 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 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 是耶和华按照一切话 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 我是耶和华 凭公义招了你 我必紧握你的手 保守你 使你做众民的约 做外般人的光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八节 耶和华如此说 在悦纳的时候 我应允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 我记住了你 我要保护你 使你做众民的约 复兴遍地 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 耶稣说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使罪得赦 这个从刚刚我们所念的 这些的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圣经 我都没有办法再一一地读 我是给大家有一个 整体的一个概念 就是在圣经中的约 可以看见神一个 他的计划 一个他的这个伟大计划的 一个脉络 他从伊甸园开始 一直发展到信约 神都是非常有计划地 来安排让人参与在他荣耀的计划的里面 所以我们刚刚读到 就是从挪亚开始 以彩虹为祭 亚伯拉罕 然后西乃之约 还有他与神 与大卫的立的约 我们今天还没有读 一直到神差遣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 降世为人 直到被定死 然后复活 然后成就了信约 那 其实在这所有的约的里面 我们都必须要记得一件事情 神与我们所立的每一个约 都是他的恩典 没有一个是我们配得的 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一旦立约的时候 我们就以为说我们是平等的双方 你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应许了 你为什么没有成就 你不是说你是怎么样怎么样 你不是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 其实他每一个的约 每一个的应许 他对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都是恩典 当我们一想到这样子的时候 哇我们里面对于神 对我们所说的话 他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的里面就自然 我们就会真的就是柔软下来了 我们会自然在他面前 我们就自卑下来了 说神啊 真的是我不配 不是我配得的 而是今天你把这个恩典 无条件的 没有任何的对我的要求 你就把这个恩典 就临到我的身上 但是他盼望 我们也是跟他一样 是一个守约的人 那为什么这位创造的神 为了受造的人要甘心把他自己 圈在他的所立的这个约 而且这些人还常一而再再而三地 毁约 然后他又在跟我们立约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造了我们不是就好了吗 对不对 他真的想要造我们 或者是他 有什么恩典要给我们的话 他就对于他所的创造 他给我们就好 有福分给我们就好 那为什么他要有约 而且呢 在这些他与我们所立的约 其实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不受任何限制的神 他却被他所立的约 被劝在其中 那第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爱 我要再说立约是为了关系 立约不是为了利益 立约是为了关系 而所有的关系的里面 爱的关系是最宝贵的 也是最难能够 能够很难有的 是吗 我常常我们在婚前辅导 过去我们在婚前辅导的时候 我常常会问一个问题 我说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我们也会常常 也会有一个警告 你除了彼此相爱以外 你所立的婚约 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的原因 你是因为爱的缘故 所以你立这个 这个一生的 除了死 不能够把你分开来的这个约 神今天跟我们立约 他就是为了爱 所以在雅各 或是有一首歌 大家喜欢在婚礼的时候 唱这个盟约 其实我们都忘记了 以为都是新郎新娘的 对不对 事实上也是 但是因为那一首歌呢 他讲到那个羔羊与心腹之间的 那个盟约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美 所以常常我们在婚礼的时候唱 他第一句的歌词 他就是羔羊对他的心腹说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我以慈爱吸引你 是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 然后神与我们立了永约 所以在雅各里面他说 他的爱情坚真胜过死亡 种水不能洗面 也不能淹没 那旧约 以色列经常违约 不守立约的规条 所以旧约的历史 我们就看到是一个立约的循环 神与以色列立约 以色列的百姓被约 然后带来神的惩罚 愤怒 然后最后神又在爱里面 又因为爱而重新立约 所以诗篇103篇的作者 他说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而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太清楚了 对不对 大卫太清楚了 这些诗篇的作者 他们太清楚了 耶和华有怜悯 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按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 而且他说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耿古直到永远 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 纪念他信词而遵行的人 最后在新约的理念 神还是用爱 用他的儿子 与我们立了新约 来结束了这个循环 在罗马书保罗说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 就在此显明了 这个叫做新约 因为爱 然后因为相属 对不对 因为今天我们立约 就表示我们都圈在这个约的里面 所以呢 我们 你属于我 我属于你 因为这个约 在出埃及的时候呢 神对他的百姓 就有一个邀请 叫他们到旷野去 来敬拜他 他就叫摩西跟那个法老说 他说 Let my people go 他说 让我的百姓去 你不要把他们扣在你的这里 因为他们是属于我的 Let my people go 他们要在旷野中来侍奉我 来敬拜我 而且神无数次的 在他与人所立的约里面 他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埃及预表那个时候 在世界中的 一个有组织有系统 同管世界的一个权势 但是神呢 他不要这些属于他的百姓 落在这个世界的王的 那个挟制的里面 所以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 带领他们到 他所预定给他们的 应许之地 让他们出来了以后 他们可以成为一群 可以自由敬拜 侍奉他的独具之名 所以刚刚我也提了 主耶稣说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就好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对不对 他一再地对他的 对他的门徒 对跟随他的人 一再地说 今天我们也一样 看见了 耶稣基督 在他最后的讲论和祷告里面 一再地对我们说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就好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 因为你们是属于我 在余地兄今年第一篇的这个信息里面 我想我们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这个图形 对不对 独具的名是不列在万民之中的 我知道 我不晓得你们其他 但是我听到好几个人都讲到说 当他们看到这个图画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的震撼 我想不只是我们现在那个震撼 连那个为力而 把自己出卖自己的那个先知 他都非常看到这个图画 他都起了敬畏的心 这个神太伟大 这个神太伟大了 对不对 这个当他们在暗战 在那里扎营的时候 哎呀 怎么从天上 从高处来看的时候 这一群的子民 真的是非常荣耀 他们离开埃及 不是逃难出埃及 他是浩浩荡荡 回应神的呼召 在神的引导 在那个云柱火柱的那个 引导的底下 他们浩浩荡荡地 迈向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底 今年我们信约也是这样 是不是 我们不是逃开来的 我们不是受压迫的 哎呀 不得已的 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不愿意受这个世界王的挟制 我们是我们的神 他要把我们分别出来 他要带领我们 走一条暑天的道路 不一样 我们的道路不一样 第三个神为什么要与我们立约 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分别 那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第一章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有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 他做了两件事情 特别的事情 一个就是分开 对不对 他把混沌渊灭把它分开了 他把上跟下分开了 把光跟黑暗分开来了 把陆地跟水分开来了 是不是 很多的 然后他造活物的时候是怎么样 一样一样地造 而且造完他说 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点 神从创造的时候开始 他就不是 把我们大家通通混在一起 那现在呢 越来越混了 是不是 越来开始混淆不清了 开始很多的东西都界限不清楚了 开始复制了 然后照着我们自己的心意 我们希望怎么样就怎么样 把大家都不同的东西都把它混在一起 然后各方面都混 不喜欢界限 但是又喜欢立神 没有立的界限 今天信神能跟不信神的人 没有什么界限 分不出来 在很多的地方有共同的利益 那我们就合在一起 但是又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神要在我们合一的 要把我们分开来成为一个不列在万民之中的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又自己制造很多的围墙 这个人我不能跟他在一起 说那种话的人 哎呀 我们不一样的 唱这种诗歌的 我们在神学理论上不同的 虽然我们也承认他是神的儿女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能够在一起祷告 政治立场不同的 我们不能够一起祷告 孩子年纪不一样的 我们也不能够在一起祷告 所以今天神立约 所有被他圈在这个约的里面的人 是被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 但是神他的这个约 虽然是为着万民而预备的 他的救恩是为着万国万民而预备的 但是所有进到这个约里面来的人 他是被分别出来 那我们在与神立约的时候 我们有立约的证据 对不对 要有立约的证据 不然你怎么知道 我跟别人有别呢 所以我提了三个点 其实立约的证据有很多 但是我先提三 我就提三个点 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考 思想 我们自己来省察一下 你有没有这三个证据 你是不是一个与神立约的人 第一个立约的血 合同呢只要签字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covenant在圣经里面 它的完成这个约是 through sealing 就是印 印记 对不对 以前古时候呢 送一封信 如果一个王要送一个信 他已经有个玉玺 把它盖上去以后 就封住了那封信 对 这叫seal 那今天神与我们所立的约 它是seal 不是你签名我签名 它是一个seal 它就是已经定好了 它内容的什么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了 所以呢 今天在立约的这件事情上 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 用什么东西来seal 在旧约的时候用深处的血 新约的时候用神儿子的血 刚刚我们读了 他拿起杯来注谢了 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 这是我立约的血 等一下我们剥饼的时候 我们不要随随便便 觉得 哎呀 就是一个葡萄枝子 或是这只是一个宗教的仪式 这是一个立约的血 没有这个立约的血 这个约就不成就了 就不成立了 需要有这个立约的血 来seal这个约 然后还有立约的条例 对不对 到底这个约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在旧约的时候 十节的约是把它放在石板上 但是新约主耶稣说 不是 圣经上说 他说要把这个约 刻在我们的新板上 在新约的时候 神其实是以他自己为约 把我们圈在其中 这个叫做新约 跟旧约就不一样了 那刚刚我们读到西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 他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加和 有大家其实与我们所有在新约里面的另立新约 那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加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上 然后他又再重复地说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刻在我们新板上 这个新约就是基督的自己 对不对 我们刚刚从以色列加书42章跟49章 这两首图人之歌 看到神对这个弥赛亚说 他说我要使你做众名的约 耶稣基督今天就是那个新约 神的儿子 其实就是神的自己 他成为这一个更美的新约 然后凭着更美的应许 他成了这个更美的新约的中宝 让我们这些所有被圈在这个新约 这个更美的新约里面的人 能够有更美的指望 对 新约呢 其实是神与人立约的那个顶点 那个高峰 它是一个 它是就是没有在别的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能够再超过它了 而且也不需要再有别的了 它已经到了顶点了 所有过去旧约 神所应许的 神要与人所立的约 全部都在这个新约的里面 统统都成就了 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成就了 神在旧约里面想要得着的 那个祭司的国度 今天也在新约的里面 借着我们这一般 印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可以坦然无惧来到 十恩宝座前 做我们随时帮助的 这一般人 那个祭司的国度 在新约里面也呈现出来了 借着教会呈现出来了 这个今天是我们的身份 这是我们的身份 多好 真是多好 对不对 今天我们能够侍奉神 能够得着这祭司的职份 都是因为这个新约的缘故 这个因为耶稣基督 用祂的宝血 seal的那个新约 所以让我们今天 能有这样的身份 不然你以为 我们可以随随便便 跟神祷告吗 不然你以为 我们常常可以得着 这赦罪的平安吗 不然你以为 圣灵会来管教我们吗 我们说错话的时候 竟然有人 哎呀 这里面有一个人 里面当家的 里面有个当家的 竟然会来指证我们吗 不然你以为 今天我可以在我失望 灰心 痛苦的时候 我可以竟然可以 圣灵在我里面 给我有医治吗 带来医治吗 在我没有盼望的时候 我竟然可以有盼望 你以为这个盼望 是从世界来的吗 你以为是从 别人来的吗 你的老板给你的吗 这是我们的新约 所以这个立约 我们这个神与人立约了以后 除了他与我们立约的这个证据 还有他的条例 他的内容以外 我们还有立约的记号 每一个有立约的人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戴个戒指啊 好看吗 哎呀 我们现在都比了 对不对 哪个戒指漂亮 对不对 要什么样子的型号 为什么 其实他只有一个目的 他就是一个立约的记号 表示我属于别人 那你说用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只要是不会坏的金属做的都可以 在乎他的花样吗 在乎他在哪个店买的吗 哪个名牌的吗 几颗钻石吗 不在乎 对不对 达到目的就好了 这个 立约的记号 在我们 在亚伯拉罕的约里面 旧约的百姓 他立约的记号是什么 格里 对对对 是不是 当然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记号 其实守安息日 也是他们 其中一个约的记号 但是格里是最清楚的 而且当然他还有 这个格里这个字呢 他有其他的意思 因为约这个字 这个covenant呢 有一个意思在里面 它是一个切割 有个cut的意思 所以呢 神与亚伯拉罕的约的时候 所有立约 与他立约的 所有属他的人 通通都要有割礼 但是在新约的里面 什么是我们的记号呢 是我们立约的记号呢 在耶福所书第一章 他说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 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 也信了基督 既然信他 就受了所应许的 大家一起说 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这个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这是我们的职 典当的职 对小时候呢 台湾的乡下 我不晓得是不是应该 所有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常常卖猪肉 我们的传统市场都是 哇那整条猪摆在那个猪肉摊上 你们有没有看过 你们太孤陋寡闻了 没看过 都只看到超市里面包得好好的 对不对 干干净净 哇我们看的是那一整条的猪 太壮观了 所以我们一进那个传统市场 哇那个一排一排的猪肉 排的在那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每一条这个猪肉身上都盖了脏 红的蓝的脏 对不对 哎呀看到好笑 好多人一看你们点头 知道你们的年纪了 对不对 这个猪肉是属于哪一家 都盖了硬的 你身上有没有硬啊 你属于谁啊 你是不是与神立约了呢 你身上有没有这个值 有没有这个印记呢 有没有这个得产业的一个凭据呢 立约的记号表明了神的爱 表明我们是属神 表明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 最后呢我们要讲 我们是新约的子民 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是只有圣经旧约中的那些的旧约的 叫做选民 今天我们也是选民 我们是神所特别选定的 所选招的 把我们招出来的 Chosen people 我们不需要属于任何一个民族 而是在我们身上有立约的记号 所以这个新约的子民呢 在我们的身上 跟在旧约一样 神呼召一般人 是出来敬拜祂的人 是侍奉祂的一个团体 旧约这样 新约也是这样 实价圣灵是我们新约 被呼召出来的 选民身上特别的标记 基督徒看到这个记号 这个圣灵的记号 应该是要明显的 我们不要怕好不好 对不对 我们都很喜欢 我们有与人立约 我喜欢 我要带一个这个记号 让别人都知道 那今天我与神圣的爱立约了 神与我立约了 而且他在我身上有记号 我要不要让人家知道啊 不要不好意思 那我让人家知道 不是只要跟人家讲说 你要信耶稣 你不信耶稣 你就下地狱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记号 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这么说 不信神的人 他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我们身上的记号 那是圣灵的记号 圣灵怎么样让人家知道在我们身上 是这个立约的标记呢 就是我们愿意顺服圣灵 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不一样了 看到这个人身上有圣灵的 我们彼此能够看到 受到激励 哎呀我们是一国的 我们是同样在一个约里面的 同样在一个covenant里面的 一起蒙神所选招的 一起蒙神所蒙受神的应许的 我们是一起的 在一个约的里面 我们也可以跟 对不在外这个约的人呢 他们也看到了 看到哎呀 这个人身上有那个圣灵的记号 虽然他可能不知道 但是他看见这个人不一样了 他不是靠修行不一样的 而是这个人他生命改变了 这是我们的记号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的生活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就要有很多的不一样 就不一样 那就有分别 对不对 很具体的 我们就需要有分别 你们觉得你的同学朋友 你不说的话 他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你孩子学校的家长 你不说的话 他知不知道你是基督徒 在我们的生活中 应该都可以表现出来 对不对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然后我会将来在未来的 一些的信息里面 我还会讲一些更具体的 到底怎么样让我们这个人身上 带着独居之名的记号 不列在外民之中 逐日就是一个很好的记号 对不对 旧约的百姓守安息日 但是守不住了嘛 慢慢慢慢守不住了 对不对 因为他把它当作一个宗教来守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守不住了 起先还有很多 敬前的犹太人 他们是守的 但是越来越守不住 但是今天守主日 这是一个关系 我们是为了这个爱的关系 来守主日 所以你主日早上去超级市场 你看不到别人 看不到基督徒的 对不对 我有一次主日为了教会在 我们那时候在ORANGE 我去买 缺了东西 我那天要煮大锅菜 所以中间的时候 我那时候叫儿童主旨 我就抽空了 就跟厨房的同工讲说 哎呀 我们缺了什么东西 然后我赶快去 离永和超市很近 然后我一到那边去的时候 我吓一跳 怎么停车场这么多人啊 我从来没有礼拜天早上去买过菜 我们的言语不一样 对不对 说谎话就是一个很普遍的 这个世界是到处说谎话 你根本不知道他讲的是真还是假 真的是像真的一样 对不对 你说 要举什么例子 想不起来 他随便给你捏造一个东西 对不对 说 哦 怎么刚刚 对不对 我一下想不起来 那我想你们应该常常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随便讲一下 说 哦 我忘记了 或是说 哦 刚刚有谁谁谁 刚刚有人来找我 其实根本没有人来找你 这是很小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言语的这个界线上面 我们如果很模糊的 跟别人都差不多 跟这世界的名都一样的话 电视剧里面演的那些都是 哎呀 我有时候 哦 我看一下的时候 哎呀 怎么随便就骗人啊 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又不是说你要被抓到监牢里面 所以你要骗人 不是 对不对 就随口一说 哇 我觉得 我们天天看这样子的电视剧 你会不会觉得 这也无所谓嘛 对不对 这有什么大不了呢 可是你只要照着圣经中的教训 言语跟钱财是在圣经里面 最多的教导神 最恨谎言呢 今天很多的婚姻出问题 都是 很多的时候都是从谎言开始的 是不是 破坏盟约 最起初的点 最起初的点可能都是从谎言开始的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钱财 我们对钱财是太多的 所以今天正好 对不对 我们的新人文训要讲这些题目 我们不一样啊 我们不一样啊 对不对 这跟我们去那个投资公司学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投资理财的人教你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你不能够理财 你不能够投资 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那个态度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看钱财的眼光也不一样 我们的婚姻 我们养育儿女 啊 讲到养育儿女呢 我就心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感触 要仇敌要得着的 是我们的下一代 是年轻的 世界的王要得着是年轻的 对不起 年纪大的 我们不要自己妄自菲薄 我们的责任是要让那些年轻的 不要被世界的王得到 那说老实话 世界的王对我们年纪大的没什么兴趣 能活还能怎么样呢 对不对 还怎么样呢 他对你有什么既望 但是当我们起来 要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或是引导我们的下一代 不让他们来受世界的王 来挟制 被他们来欺骗的时候 那我们就变成眼中丁 不然的话 你没什么 你在他眼中 可能那个价值是地减 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忧虑 好很多的父母很忧虑 我有一个感触 我觉得忧虑的时候 忧虑的这个时间点 稍微显晚一点 我们的孩子 我们觉得他们像天使一样的时候呢 我们是很不喜欢别人来告诉我们怎么养孩子 这是我的心得 因为我每一个父母都觉得我们养孩子 我们都知道了 你来挑战我怎么养孩子 大家都不舒服 但是呢 等到我们的孩子开始不像天使那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的紧张系数呢 可能又有一点overreact 我们最近呢 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 Routon有没有 有没有announcement 就是我们的Kaffir Ministry 就是我们在2020年疫情之后 才开始的一个Kaffir 大家会想说 哎呀 现在这些ministry的名字 怎么这么难念啊 不是Seth 就是Kaffir什么的 就像那个Isaiah的另外一个祖母 他说 哎呀 你们为什么给Isaiah 给你的儿子取了一个这么难念的一个名字 他不会念Isaiah Kaffir也不好念 K-E-P-H-I-R 那他是在诗篇34篇里面 在希伯来文讲到那个哨状狮子 然后我们想用哨状狮子 事工太长了 对不对 所以荧牧师就给了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名字 哎呀 这是少壮狮子 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 因为我们盼望他们将来长成能够做王的 好有能力的 健壮的狮子 那Kaffir呢 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才开始的 然后感谢神 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弟兄 然后我们有几位 我们就一起常常 我们那时候刚开始 是把小学和初中联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开了很多次的会 开了有很多长时间的祷告 遇到不同的意见 所有任何的改变都有可能会遇到拦阻 有不同的感受 或是忧心 担心 也遇到不同的挑战 但是感谢神的恩典 去年重启以后 慢慢看见神的祝福 虽然还是有点premature 有点早熟 但是今年三月开始 因为借着很多人的需要 教会的需要 那我们从今年的三月开始呢 这个Kaffir的ministry 就会从小学一直到初中 然后到高中 整个的 都整个的spectrum 都在这个少壮师子的 这个带领的底下 这是我多年的一个梦想 因为我总觉得 在一个教会的里面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是把它当做一件事情 来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缺少一个 一个整体的一个意向 我们缺少一个完整的 integrate起来的一个plan 我们缺少一个童心 让我们所有的孩子 进到这个教会 他开始可以读书写字 认知的时候 开始可以read的时候 哇 他就在 under the same pastoral care 当我们童心的时候 我们教养出来的孩子 我们的看见 我们所有的strategy 我们是针对仇敌的 我们是为着神 能够来得着 这般的下一代 我们不可以让世界的王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那我有一个孩子呢 在一个 在基督教的中学 当这个academic的 这个 这个不要讲好了 没时间了 那第三个点呢 我们一起要做基督的见证 那我们不属这个世界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 为我们的神做见证 你躲到深山老林的里面 这个不是 你去自己在那边修行 这个不是神的心理 所以服侍主的人 要活在人群中 这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跟余弟兄的天然的性格呢 都是比较喜欢安静的 我们喜欢读书 喜欢自己 做点研究 或是什么 喜欢自己灵修 喜欢安静 可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呢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本来想搬家 就一个年长的英雄 我就开车 接送他 那之后 我们到我们的教会来当讲员 我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一下 我说我跟宏杰 我们觉得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来服侍 觉得非常的困难 那时候还没有全时间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 就是说我有个机会 我可以到一个 北边一个大城市 但是会安静很多 这位年长的弟兄 我们的长辈呢 坐在我车子旁边 满脸的严肃 我现在一讲的时候 我就想起他的脸 然后我回头看他一下子的时候呢 结果上哪 他是上哪 他坐这边 那我一看他的时候呢 哎呀 他就只讲了一句话 他说服侍主的人 要活在人群中 不能够逃避人群 他说这一句话呢 我就没有再有其他的话 再来跟他说了 没有这个理由 那个理由 一直到 留到 一直我们今天留到这里 所以我们要活在人群中 但是呢 我们又不是单打独斗 我们是一起做基督的见证 这是新约的子民 这是独居的民 当我们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再放一下那个图画 你是看到只有一个人吗 上百万 对不对 大家一起来 没有哪一个人自己说 哦 我有一个 另外一个条路 我有另外一个目标 哎呀 我要自己来成立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大家一起来 所以今天为什么基督教在各地受到的逼迫 是胜于其他的宗教团体 为什么 不是胜于其他的宗教 很多的宗教没有团体 基督教有团体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团体 我们就是得聚在一起 我们要听一样的道 我们要一起的学习 我们要一起的侍奉 一起的宣教 一起来养育孩子 什么都是一起的 我们要一起做见证 一起来传福音 一起建立教会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分开来的时候 散兵游泳 没什么好害怕 很多的散兵游泳 自己做这个 自己做那个 没几年以后 你就不见他踪影 对不对 但是教会还在 当你合在一起来的时候 他就有令撒旦害怕的力量 因为这个团结的力量 合一的力量 同一心灵 同一角中的力量 他可以无限地扩展 纵横 都能够伸展 这个力量 是让撒旦害怕的 让仇敌害怕的 以色列的人 以色列的这百姓 从这神与他们立约来说 可以说他们是一再的失败 一再的失信 失信 但是神 他的信实 却一直都没有改变 人失信 神仍然可信 我们读旧约的历史 这个整个的发展 是从神与人立约开始 但是一次又一次 在下一个阶段开始之前 又是神与他守约 施慈爱 作为那个阶段的 以色列人 他经过2600多年 他可以在他祖先的这个土地上 重新建国 这是一个神迹 他的人口只有0.3% 都不到 整个世界的人 你们可以想象 我总觉得台湾的人口实在是很少 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这么离开 台湾这么几十年了 台湾的人口 还是跟我们离开的时候 差不多 你知道以色列的百姓 比台湾的人口还少 不到2000万 只有1000多万 在美国的 在美国的犹太人 华人很多 500多万 但是犹太人也600多万 可是你看 你觉得今天犹太人的影响力 在全世界里面 他们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比例 在世界金融的这个体系的里面 在各种的领军 各种各方面 他们的影响力多大呀 可是他们 对于他们那个首先的 第一个依神教的那个信仰 他们今天却对全世界没有什么影响 越来越视为 基督徒呢 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 是不是也会越来越上旧约的 这个神与旧约的 那些选民立约的 那些以色列人 到现在 他们甚至你看 很多的大公司 他们的CEO 他们的这个主管企业家 他们有为他们的信仰 做见证吗 有影响力吗 让人来敬畏神吗 甚至很多时候是反过来的 对不对 是把人带得离神越来越远了 那个敬畏神的 那种尊崇 那个Godliness 慢慢慢慢都不见了 基督徒呢 是不是我们该是新约的选民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来发出我们的影响力 显出我们是独具的名 这不列在万民之中的 很多的时候 我们很觉得 受到这么多的逼迫 这么多的威胁 觉得无可奈何 我们也看到教会 有这么多的软弱 你看我们最近 在这个跟这个奥运 我想到哪里讲哪里 好 万一讲错了 希望大家原谅我 这个跟奥运 这个同样 这个非常热门的这个新闻 在中国的报 中文的报纸上是什么呢 是这个 拐卖人口 对不对 这个人找到了 那个人找到 那个还没找到 哎呀 这个发现说 原来他已经受 这么多年了 他还被关在这里 哎呀 大家人云亦远 每一个人都有 好多好多的论点 不晓得今天这个 现实都还不 事实也许我们不知道 但是今天这个 拐卖人口的这件事情 女人小孩 在哪里都有 这个联合国有一个 针对155个国家的报导 在几年以前 79% 拐卖人口 沦为性奴隶 79% 真是 哎呀 令人发指 对不对 那这些不过是 市井小民的一些 邪恶贪婪 真的不过 只是冰山的一角 更不用说那些 政治 经济 战争 选举等等 那个内部的 耳鱼火炸 还有那些的残忍 狠毒 我们就不能想象 那作为牧羊教会 这么多年的一个 一个服侍主的 无用的仆人 我很多的时候 我甚至也会怀疑 人真的会被改变吗 救恩真的有用吗 我现在看到的是真实的吗 我每一次 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就强迫自己 我转向神 我转向神的信实 转向神的全能 转向耶稣基督 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祂就为我们 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祂还复活生天 因为祂复活生天 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 这些人 在信约里的人 我们才可以跟音符来夸胜 我们才能够在祂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有盼望 因着祂这个信实 因着祂不改变的爱 因着祂是个守约诗慈爱的神 今天祂和我 我们才有盼望 我们才可以在这样子一个 大而可畏的旷野 我不用说我要去隐居起来 我不需要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只要在基督里面 神所有的应许 都是真的 都是事 像耶稣亚基 给我们的应许一样 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 都是我们 所以提摩太后书在这边讲到说 我们纵然失信 祂仍是可信的 因为祂不能背乎自己 就算人失信 又算什么 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我要再说 神与我们所立的信约 已经用祂自己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血 盖上 印 Seal 封上了 永远有效 永远不会解约 兄姐妹 我的信息就停在这里 但是我很盼望 能够今天 当我们再来看自己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里 在寻找我们的identity 到底我应该 在这个世代 我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甚至在教会的里面 在我的家人的面前 我的identity是什么 我的责任 我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 然后永远记得 今天我们是一群 神与我们立约的人 是神与我们立约 我们这一班人 是一直被圣灵 借着神 住在我们里面的灵 他的灵 基督的灵 一直在那里改变我们 让我们可以为他 做见证的灵 我们是不属于 这世界的一般人 我们也是世界 所不配的灵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圣徒诗歌 四百四十四首 我们唱完第一节之后 我希望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希望不用等到第四节 每一个你觉得 你是在这个约中有份的 或是你看到歌词 或是我们刚刚 所听到的信息 或是你的经文 你觉得你在其中有份 你有这个把握 知道你是神 你是与神圣的爱 神与我们立约 那你就站起来唱 那我希望Wishie Team的 麦克风稍微拉得远一点 我希望Recording的 同工们把会众的声音 能够放出来 我也希望在线上的 所有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的 能够在电视机面前 能够大声地来唱 让我们能够听见 彼此的声音 还没有信耶稣的 我有说不出来的负担 我想邀请你 一起来做新约的百姓 一起在新约的里面 享受神所有的应许 一同在新约的里面 我们来侍奉神 我们可以一起地来说 我不属于这世界 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 一无所有 因为我们是 耶税祢祂祢 好不好我们唱第一节 我余生生命爱你 这月光复给我们 我余生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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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余生命惠美 我慰弱与其 使我一生重了欢喜 我接受你为这身体 请我命中全可一起 让你要痛快来心情 我来救命天来表明 我接受你的做我成定 改变了能复杂与其 每一半点都被吸引 我活着望着你一道心 我注意花来心一笔 我要看每一花可惜 无数安慰主力正义 救主爱愿永远结义 阿们 我接受你做我的生命 我接受你应许的圣灵 我接受你完全的救恩 我接受你成为我的医治 因为我与神圣的爱立约 这约丰富 非我能物 神圣信实 做他根基 救主中宝永远坚定 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你是这位新约 这个更美之约的中宝 每一次想到我们就何等的喜乐 虽然你为我们付了舍命的代价 但是你也从死里复活 成为我们新约子民 那个永远坚固的盼望 我们接下来 要在你的立约的血面前来纪念你 来与你相交 也与众圣徒相交 Oh!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里面的喜乐 真是不是用言语可以来形容的 我们也求你 借着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让这个约在我们里头 成为我们被分别的记号 成为我们被生命 生命能够被改变的一个原因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为你做见证 主耶稣我们谢谢 祝福我们 祝福每一个 因着你守约诗慈爱 耳门风点的你的耳影 我们一起来唱第六节 对不起唱副歌 我们从我们的心里面来唱 唱两遍 然后以后我们就 我们一直看着来 祝福我们的心里面的心里面的唱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